一只狐狸偷来一只瘦瘦的母鸡,在家里搭了个简易的草棚,让这只母鸡住,还天天捉很多虫子喂它。 它对母鸡这么好,只是有一条规矩,那就是母鸡不能出去。 狐狸竟然不吃这只母鸡,难道它这是发善心了? 才不会呢,它只是嫌母鸡太瘦了。 母鸡一开始整天寻找出去的机会,可是狐狸看得很紧,慢慢地它不再折腾了,天天就等着狐狸送吃的,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。 一天,狐狸又捧着两条青虫,飞奔到大母鸡面前。 嘿嘿,母鸡,你吃了这两条虫子,我就吃你了。 你闭嘴巴做什么,快点吃。 母鸡不肯吃虫子,没想到却下了个蛋出来。 狐狸明白了,原来母鸡不吃虫子,是因为在下蛋呢。 狐狸先生,我想和你做笔交易。 你要和我做交易?我都要吃你了,你还能和我做什么交易? 我一直听说狐狸很聪明,原来只是个虚名啊。 我怎么不聪明了?你说说。 鸡生蛋,蛋生鸡的道理你不懂吗? 你吃了我只能吃一顿,但你让我给你生蛋,然后扶小鸡,小鸡长大,再生蛋,再扶小鸡,你就有很多很多的鸡吃了。 狐狸想象着母鸡描述的画面,高兴得手舞足蹈。 好主意,我决定不吃你了,你就给我生蛋扶小鸡吧。 之后,狐狸每天尽心尽力地喂着母鸡,母鸡也每天下颗蛋。 下了五个蛋后,母鸡又有话对狐狸说了。 狐狸先生啊,没有公鸡,我的蛋还是扶不出小鸡啊,我得去找只公鸡来才行。 找公鸡?那我去吧。 你去了不怕我跑吗?而我去的话,有五颗鸡蛋在这儿呢,我不会丢下它们不管的。 狐狸觉得母鸡说得有道理,就让母鸡找公鸡去了。 母鸡出了狐狸洞,赶紧跑回主人家,叫来了家里的大黄狗。 狐狸一见大黄狗,才知道上了母鸡的当,赶紧逃跑。 最后,母鸡和大黄狗把五颗鸡蛋也带回了家。 小朋友们,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坏人,除了等待大人和警察的救援之外,我们也要像母鸡一样,沉着冷静地想办法自救哦。